11月23日至24日 世界中国学大会上海论坛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举行 于至相邻的浦东美术馆 正展出由1600个金属文字组成的装置艺术作品 引于剧场 吸引了部分参会学者的目光 通过参观引力剧场 也让阿根廷青年学者好心情 现场学会了一个中国成语 盲人摸像 在好心情的眼中 对中国的好奇和兴趣是具有传染力的 柬埔寨青年学者索西亚里托奇到访过多个国家 坦言中国带给他的惊喜最大 十分关注中国如何在全球发展中发挥作用 对发展中国家产生影响 有学者指出 新一代中国学研究者具有更加多元的文化背景 更加关注当代中国发展 对其所在国家和地区的影响和意义 基于现实中国结合紧密 又能回应各国自身发展导向的一些问题 将世界中国学的研究不断深化 本期才能迷恕机的省 产生影响和意义 产生影响了 产生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